Hello 大家好 今次跟大家介紹的是 Leica M240 Hello 大家好 我是Frankie 今次跟大家介紹的是 Leica M240相機 雖然這部機是2012年已經面世 為何我到今時今日才介紹呢 因為當時 都很天價 大約是賣7萬多甚至乎炒價上到8萬元 到今時今日呢 這部是變成二手了 因為全新的已經沒有再出了 價錢大約是2萬宗 鬆一點 相對來說是平台大絕 和比較大眾化的 這部相機所以我跟大家再介紹一下 這部機其實是2400萬像的 如其名240 都是因為這樣而改的 是一部CMOS Full-Film的相機 因為CMOS可以做到Live View 以及它是Full-Film 亦都可以拍片 是唯一一部Range Finder的相機 是可以拍片的 譬如說現在M10已經是沒有了這件事 沒有得拍片的了 可以做到高清的 1920x1080的效果 ISO方面呢 可用的範圍是由ISO200到6400 而可用的範圍呢 最高達到1,600 而快門同步 有時可能會玩一下飛燈 閃燈 最高可以做到一百八十分之一秒 有三吋的顯示 三吋的顯示 相對來說不算很大 但叫做Reasonable 合理 是有92萬像的 電池方面呢 電池相對Range Finder來說 算是比較大顆 有1800mAh 我自己試過的親身經歷 就是兩顆電 去六天的旅行 是不需要充電的 還有電靜的 當然拿了充電 當然會安心很多 如果不小心按了鍵 放了電的話 都還可以充電 重量方面 如果連電 不算鏡頭 當然這個 油麻鏡頭就零計 是680g 所以一部機來說 不重的 可能你搭配外鏡 甚至乎 搭配這支 採油麻 旅行 是非常適合用的 另外 其實它有兩個顏色 譬如說這部240 它有240 240的黑色 黑色一樣是這麼帥的 銀色是比較鮮明的 至於黑色是比較沉實 亦是比較性感的 因為它會露銅 它的黑色會掉色 掉了之後露了裡面的黃銅 很多人都會喜歡這種比較Vintage的感覺 這是一個比較吸引的地方 另外再說 除了 除了 M240之後 其實它出了一個改良版 有什麼不同呢 就低調一點 沒有了 M字 沒有了 Leica的Logo 但是在頂上 就黑了 Leica的字 在那裏 DISPLAY方面 轉為藍寶石的玻璃 其實跟一些高級的錶 錶面的玻璃是一樣的 RAM方面 多了 LANGER RAM 例如你拍攝連下拍拍 或是拍片的時候 是會有幫助的 另外要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 漆缸方面 漆缸方面 其實這裏有一個 Sutter的 有一個快門的轉盤 你可以扭動它的時候 去改變快門的速度 譬如說你手動漆缸的時候 可以利用這個 我這裏就有一個這樣的牌 其實就是在你裏面看見看見 其實就是看這個漆缸的 它會有一個 左手邊有三角 中間有圓點 右手邊有三角 這代表什麼呢 你看到左手邊的三角 其實是代表 光是太暗的 那你就要將它推到另一邊 手指撥回 然後呢 就會見到 它會 先自由 左邊三角形著 跟著呢 就扭著 有少少圓點的著 這代表的意思就是 輕微的Under 兩眼燈一起著的 兩眼燈一起著 另外一個 就跟著呢 就會著圓點 跟著呢 再著呢 就會是圓點 加右邊的三角 這個意思呢 就是說呢 輕微的 偏了 光的 那 而至於呢 如果全著 這個右手邊的三角呢 那代表呢 光呢 是 這一點 超過的 太光了 那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因應去調整 那個快門的速度呢 去對應的 這個其實都是對回 那個快門的那個 撥韜呢 去動回呢 你是按回箭咀方向 這樣去動的 那在上面那裡動 那你是比較是 在人體工學方面呢 是做得比較人性化 這個是容易用的 如果你喜歡用 這個手動的快門速度的時候呢 是很得心應手的 那其實還有一件事呢 這個240呢 比傳統的飛林機 是不同的地方呢 是多了一個 advanced的level 就是一個 可以是測光呢 是用它的sensor去測光的 那就不是說 只是用一顆 detector去detect那個光暗 那在這個方面呢 有一點改良的 那好像是 一部單反一樣 或者是一部模反 有一個測光模式 多重位置 又或者中間曝光 這樣去選擇不同的位置 我們不時會有 攝影器材的介紹 影片上載到網絡上 希望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還有給個like我們呀 下次再見 拜拜